現在說,相隔7年,香港電源終於出現電費 環境及深海局局長,謝梓華透露受惠於能源價格回軟 明年1月1日起,兩電實際淨電費將會下調 港燈每道電是165.5,按年降幅16%,中電減減7.4%,每道電是142.9 謝梓華說,兩電預計2025至28年基本電費年均增長和預計通脹相約 約2%至3% 如果燃料價格保持穩定,淨電費年均增長應該不會多於2% 市民大眾是喜訊,人人都要交電費 電費增減是生活開支的部分,甚至影響通脹 首7年來首減,可以說2017年凍結過,21年也凍結過 減到7年前,電費方面,港燈會減16% 中電減7.4% 這與能源成本很有直接關係 電和整麵包一樣 要買麵粉回來,初初焗出來賣麵包 電的來源,即石化能源本來是最普及,燃煤最便宜 但政府立法要逐步取替石化能源 所以要買貴一點的天然氣,或其他再生能源的比例要增加 這些成本一定會轉嫁到消費者 亞洲區來說,香港的電費不算很高 也穩定性很強,因此我們可以不只為日常居民 燈火千萬家,更加可以令產業蓬勃起來 例如近年興起的數據中心 很講究電力穩定,不會設在會停電的地方 即使在香港,數據中心都是後備發電機 以防萬中無一的停電 所以這些基建很幫助我們的城市向前發展 當然,電費這個話題其實都很受大眾關注 我們請來這位嘉賓和我們聊聊 就是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 能源諮詢委員會的前誠,袁遠請和我們聊聊 早安,袁遠請 早安 早安 現在說,我們相隔七年來迎你 明年有得減電費 其實今次你自己看電費方面的減幅是否合理 特別是燃料價格都說會有波動性 其實未來會不會有機會電費再上來呢 情況是怎樣去計算呢 有得減當然是開心的 但是真的要提醒市民說 其實在基本電價那裡是加了的 為什麼整體電費減了呢 最主要是燃料費用那裡下降 這樣就抵消了加幅 但是正如你們剛才說 燃料那裡是有波動的在國際市場 不會永遠向下的 所以都要看未來那個市場的發展 有什麼因素會影響 香港政府現在做了一個液化天 就是轉站在外海那裡 可以全球採購液化天然氣 那這個幫不幫到我們 我們穩定那個燃料價格呢 那這個液化天然氣的接收站呢 就真是因為可以給不同的船過來 那真的可以全球採購 那價錢會好些的 那很幸運的地方呢 就是談這個長弱的時候呢 是俄烏戰爭之前 那價錢比較理想 但是現在戰爭仍然在持續著 是的 那所以就 這裏但是就要看了 就是因為現在都是來一艘船 這樣試用的階段 那將來呢 我們五成的天然氣供應裡面 有多少是由這些液化天然氣來的呢 那可能要加大一個比例 就是再簡單的說 哪裏便宜就用多些 就令到我們的燃料價可以向下 我想問一問 講得未來五年的發展計劃 就會建建這個新的天然氣機組 是不是都會對本港減排方面有幫助 你這方面怎麼看那個情況呢 那因為有些舊的所謂燃煤發電的機組 要淘汰的 那兩個部份 第一就是說 碳中和的目標要達到 炎氧電力也有炭排放大 但是一點 而那個 另外就是那個空氣質素 那個管制呢 就是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高一些標準呢 又要淘汰多些燃煤的部分 那個空氣污染物的數量減少 當然對市民健康是好的 所以這些因素下 都要開始淘汰煤用了很久的發電機組 另外這次在發展計劃當中 就沒有提及輕能的發展 在發展香港綠色能源的進程上 其實輕能是否必然的選擇 如果五年之後才大力發展 又會不會對於香港這邊的電價 可能會有比較大的影響呢 我想現在他們仍然在一個摸索或試驗的階段 輕能那裡有分綠氫 灰氫 藍氫這些 就是說好看輕產生的源頭 夠不夠環保 如果你都是用大量的能源去製造氫 其實背後都是有碳排框的 所以現在現有用的天然氣機組 是不是可以轉為輕的時候 一樣可以用機組改裝之後發電呢 這些都是要去解決的技術問題 另外也想問一下想罰機制 近年極端天氣 剛剛我們在9月10月的時候 都有遇過這個情況 極端天氣越來越嚴重和頻密 雖然新的懲罰機制 就沒有包括因為極端天氣而引致停電事故要罰錢 而如果可以鼓勵或者要求兩段的投資更多的話 是不是可以加強保護一些供電設施免受極端天氣的影響呢 但是加強方面這些投資 又會不會令到電費有機會有加價光壓力在那裡呢 沒有無可避免的 因為這些極端天氣你控制不了的 你控制到的部分就是你去防禦啊 或者水浸的時候啊 還有就是所謂極端的時間 真的會令到我們的設備壞了 甚至有爆炸著火的可能性 那麼這些部分沒有得不做沒有得妥協的 安全至上還有你停止了那個部分 有任何意外呢 那麼其實經濟都是有損失的 那麼你一樣都是錢來的 那麼所以沒有得妥協的 所有東西這些將來的變化會很極端的 所以一定要做 那麼其實最潔淨的能源是否核能呢 即是香港那個核能發電的比例 是否可以隨著那些基建增加呢 增加的比例呢 即是內地那個核能的輸廣 是否還有空間呢 現在一路的討論都是這樣 就是說在外面買電回來 可能是核能可能是再生能源 但是呢就要看一下那個價錢 這個就很坦白說 第二呢就是說 其實買電回來不是就這樣買的 你可能還要有個基建啊 專線啊 將那些電傳輸過來的嘛 將那些再生能源傳輸過來 那麼基建增加了就資產值增加 那就是基本電價那個部分 不是又是會有加價壓力 所以呢 這兩個因素都要同時考慮 就是去考慮將來電費的影響會怎樣 但是如果你說要自己在本地 做些再生能源都 就是有限的而已 你插滿牛尾海那樣 那些風力發電都不知道發得很少 沒有可能的啦 還有你的規模呢 你達不到所謂規模經濟 你這麼小的項目呢 其實是又貴又不是說很高效率的 那所以都一定是外面再生能源輸入來了 就是你看看今次那個計劃 就好像都沒有一些蝙蝠提及 在香港可以發展再生能源 是不是都是跟成本效益呢 有很大的關係在那裏呢 過去呢就曾經就不是批准了那個風場那裏 跟著就說要拿數據試了很多年啦 要做完環評呀其他事情 那麼現在呢就比較成熟啦 還有最主要是因為為什麼呢 科技進步呢 他們那個產電的效率是比較高的 那所以呢就條數容易計了啦 就是所謂 那這樣的時候呢 就現在可能都要等政府最後拍板啦 就是批准個風場 但是那裏又是說基本電價嘛 你那個資產值 你那個基建加多了 那那裏雖然攤分很多年了 就是說不會有很大的波動 或者突然加很多那些的情況 但是那個是增加了的嘛 嗯 那另外呢也想問一下呢 就是政府呢就是都說呢 是說引入內地供電啦 是不是這張這個排放氣體呢 由香港這邊呢 就是搬了去內地呢 其實會不會最終其實都可能會影響回香港的情況呢 還有呢 減炭呢其實要付出代價 有沒有什麼方案呢 其實可以考慮的呢 那你沒有辦法的一件事呢 就是你本身真的沒有這樣的地理限制啦 你沒有這樣的地方啊 資源去發展啦 再生能源 那國內相對比較大的一個空間這樣 那你無可避免都要向外求的啦 哪個方式是 所謂成本效益高又是低碳 嗯 這個就最理想啦 應用則用啦 電力啊 不要浪費啦 最重要是這件事 今天麻煩你了